那些年,至今仍印象深刻的八十年代女星,除了林青霞还有谁? 1973年,19岁的林青霞被星探发掘,出演穷瑶半自传小说改编了《窗外》,饰演女主角江燕荣,接着片约应接不暇,她甚至同时拍摄了六部戏,加入穷瑶自祖公司后,林青霞成为穷瑶戏女一号的首席代演员,她美丽的容貌,精湛的演技,无疑是那个时代难忘的印记。 刘晓庆,1955年10月30日出生于重庆淑林,国家一级演员,她曾获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,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,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奖项,其美貌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观,面色红润,笑容甜美, 举手投足间尽显端庆温婉,1991年,林芳斌因在电视剧《唐宁皇》中,扮演杨贵妃过第十一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女主角,当时她为了塑造这个经典角色,每天大量食用鸡蛋牛奶巧克力,等高热量食品,终于成功增肥三十几, 为世人奉献了一个自然纯洁美,气质高雅美,端端古典美的杨贵妃,1980年,19岁的陈冲及凭借小花展,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, 因为这朵出战的小花,陈冲备受众人宠爱,人们对小花的怀念,就是对自己青春的一种怀念,而陈冲青春可人的模样,永远定格在时光的长流中, 著,新闻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但全归属作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